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名字叫做狂犬病 狂犬病 它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的传染性疾病 它是一种人畜共患症 又叫做孔水症 死亡率非常的高 近乎百分之百 我国狂犬病的死亡人数高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印度 这就是狂犬病病毒 它是一种RNA病毒 外面有着厚厚的包膜 好 首先我给大家出一个题 下面这些动物能够传播狂犬病的有什么呢 是一个多项选择题 大家想一想 我想很多人都可能是答错了 这个病啊 叫做狂犬病 但是事实上 病毒的宿主范围非常的广 它几乎可以感染所有的温血动物 人被患病的动物咬伤以后就会发生感染 我们看这张图片当中 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传播狂犬病的发生 但是大多数还是有犬所传播的 在美国 由于狗大多数都接种了狂犬病的疫苗 所以他们国家狂犬病的发生 主要是由野生动物蝙蝠和仇优所传播的 土中的这个孩子呀 非常的可怜 它被犬咬伤了 那么它可能会发生狂犬病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狂犬病的传染源是狂犬等等这些带毒的动物 它的传播途径就是人或者是其他的动物 被带毒的动物咬伤以后 病毒就从伤口进入机体 从而导致了人或动物的狂犬病 也称之为孔水症 是因为人和动物在发病的时候 听到水的声音 甚至听到水这个字 就可以引起疾病的发作 人被病犬咬伤以后 病毒就从伤口进入机体 潜伏期可长可短 一般来说一到三个月左右 短的可以是一周的时间 长的可以长达几年 但是潜伏期一般来说就局限在一到三个月左右 那么潜伏期的长短跟什么有关呢 主要是取决于伤口里边病毒的数量 以及咬伤部位距离头部距离的远近 这两个因素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致病性 病犬在发病前五天 它的退院线当中还有大量的病毒 所以人被病犬咬伤以后 它具有一到三个月的潜伏期 然后顺着神经纤维上行到中枢神经系统 继而在中枢物神经细胞里边进行复制增殖 从而导致中枢神经细胞的病别 继而可以引起肌肉的持续性的痙磷 在这过程当中 它也会在退院线以及其他的组织当中 进行复制和增殖 所以在疾病的早期 患者主要是表现为发热 头痛 乏力 以及伤口周围的刺痛感 伴随着流口水 流眼泪 进而呢 由于神经的兴奋性在持续增高 患者在通液或者饮水的时候 就会出现猴头肌肉的痙磷 甚至啊 听到水的声音 或者是其他很轻微的刺激 也可以引起猴头肌肉的持续性痙磷 那么随着兴奋症状持续三到五天以后 那么就进入了肌肉的麻痹期 患者会出现昏迷 呼吸循环的衰竭 最后导致了患者的死亡 病死率近乎是百分之百 这样非常可爱的狗狗 我们能领养吗 如果是碰到来历不明的狗 最好呀 要保持距离 那么 你看到喜欢宠物的狗的时候 打算买一只回家 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它是否已经接种了 狂犬病的疫苗 因为狂犬病 它有长达数周的潜伏期 所以一只携带有病毒的狗 可能暂时 不会血泻症状 如果你一定要养一只宠物狗 最好是把它带到 有经验的兽医内里 进行相关的疫苗的接种 生活当中 当家人或者是朋友 被犬咬伤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分血程度呢 我们给狂犬病的暴露 分成了三级 一级暴露指的是 接触或者是喂养动物 但是皮肤粘膜是完好的 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不存在分血 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的处置 二级暴露指的是 裸露的皮肤被轻咬 或者是被轻微的抓伤 但是没有出血 这种情况我们认为 还是存在一定分血的 所以首先建议伤口部位 用水进行大量的冲洗 进而呢 用20%的肥皂水 进行消毒 接着 那么建议这个伤口 不要进行缝合 暴露出来 另外还要建议患者 立刻进行狂犬病病毒 疫苗的注射 在被犬咬伤的 当贴 三贴 七贴 两周 以及四周 都要进行狂犬病病毒 疫苗的注射 好 那么三级暴露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单处或者多处贯穿伤 或者是抓伤 破损的皮肤粘膜 被动物进行铁饰 或者呢 和蝙蝠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接触 那我们认为这种威胁指数是非常高的 首先应该马上像刚才所说的 进行伤口的处理 另外要进行人工被动免疫 也就是给患者接种狂犬病病毒的免疫球蛋白 或者是抗狂犬病的血清 并且呢 也像刚才一样 在咬伤的当贴 三贴 七贴 两周和四周 分别进行狂犬病病毒 疫苗的接种 那么对于肩上的流浪犬应该如何进行处置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和印度的数据 在印度 每年死于狂犬病的人数是2.2万 而美国呢 是个位数 难道印度的犬总数要比美国多吗 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 印度的犬总数是5000万 而美国是7280万 那么死于狂犬病的人数 每年差别那么大 主要还是在于 他们对于流浪犬的处置方式有所不同 在印度 流浪犬非常的多 大概有3500万 那么在他们国家 杀狗是犯法的 所以导致了流浪犬的泛滥 那么另外 在印度 狗的 狗的 疫苗接种率非常低 只有50万的狗接种了 狂犬病病毒的疫苗 而在美国呢 对于流浪犬进行收容和绝育 而且每年有400万 实施了安乐死 我们想可能是由于这些对于流浪犬的不同的措施 使得美国和印度 虽然犬的总数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每年死于狂犬病的人数却差别很大 那我们中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国家现在有1.3亿只的犬 每年死于狂犬病的人数大概是2000左右 所以对于我们国家的流浪犬应该如何进行处置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针对流浪犬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措施 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人要根据暴露级别进行相应的处理以外 WHO还提倡了一个时日观察法 也就是说对于咬伤人的动物要观察10天 如果在10天的观察期内这个动物仍然是健康的 那就说明他没有感染狂犬病病毒 人呢也就可以停止进行疫苗的接种 如果不幸在10天之内这个动物死亡了 那么人要继续进行疫苗的接种 才可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 通过今天的学习 希望同学们能够掌握狂犬病的三级暴露 以及相应的处理原则 一级指的是皮肤粘膜完好 那么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的处理 二级指的是皮肤被轻咬伤 或者是出现了没有出血的抓伤或者是擦伤 那么要进行伤口的处理 以及疫苗的接种 三级是危害最为严重的 指的是出现了皮肤的多部位的贯穿咬伤 或者是抓伤 或者呢破损的皮肤粘膜被瘸等这些动物撇视 这样除了要进行伤口的处理以外 还要注射狂瘸病的免疫球蛋白来进行保护 此外还要进行疫苗的注射 好 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